一 二 三 瑞明已经是03年开始成立的这个音乐品牌 然后做到现在应该刚好是15年的时间 15年有稀有趣的东西就是我们几乎很少重复自己的 所以每一次其实都是一个新的作品 新的挑战 我喜欢这种感觉 我从来不想去重复 今天录的这个作品和过去15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去年和前年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很有趣的一种探索 这也是一个15年瑞明一直以来的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不断的去探索去实践 所以今天的探索更有趣 叫Flamengal 来自于西班牙的一种吉普赛的一种文化 欢迎大家来到洛杉矶录音室 这是一个洛杉矶可能有几百个录音室之一的一个非常棒的录音室 这个录音室应该是摇滚乐为主的 所以我们能够在墙上看到很多他们的白金唱片 最多的有1400张唱片的这样一个白金唱片 这个就是录音室非常骄傲的一点 我们看到很多的白金 在美国来讲白金唱片的要求是100块 就是一个白金唱片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串 见到了吗?厉害吧 这就是洛杉矶 那说是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牌子我很喜欢 这个牌子的时候 它会根据今天使用录音棚的这个人 这一家公司给你一个指示 你看我们看到这是什么 rhymoi rhymoi musical 欢迎rhymoi musical 在studio b这个房间 今天对我们用 我每次来不同的地方录音 我有个共同的点 就是会带去我们的作品 一定要带我们的作品来秀给他们看 让他们看到 哇!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音乐做的那么漂亮 那么的美 所以这是我每次来的另外一个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要在这里创作一些作品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要展示我们的作品 展示中国文化 给他们看到中国文化其实非常的优秀的 OK,我猜到 1,2,1,2,3,4 Melody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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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准备临时决定加一点和声在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玩音乐 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享受 不是任务完全在享受它 再商量到有好玩的东西 马上又重新开始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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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值大人性的东西就是真诚 自补 跟美国的艺术家交流 其实是一个特别享受的一个过程 我会发现他们都很天真 恰恰因为这种天真 让我觉得特别的宝贵 也是我特别努力去做和向往的东西 他们也特别的直率 然后你要表达就直接表达就好了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人相处起来 可能五分钟大家就会非常的熟悉 直接表达艺术的观点以及你的愿望 然后产生很多新的火花出来 这也是我在可能 我们在中国创作的时候 不太容易实现的一个状态 当然这个还是回到文化本身 就是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多元的 大家很适应开放和多元 然后形成的一种氛围 就是说你就很享受 然后而且会用最短的时间 去弃入到一种文化最深刻的地方去 因为大家都没有太多的不设法 大家都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心态 包括我来 我会很直接的表达我们中国文化 中国的风格是什么 我们更倾向是什么 大家来交流好不好 来碰撞 所以整个过程用英文来讲 就是enjoying 非常的享受 好 好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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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的是这样一个 你必须要情绪要宣泄 你没有这个宣泄 然后人的情绪就 到那儿就不过瘾了 懂我的意思 我是 谢谢 谢谢 那是他帮我们口拿的音乐 对啊 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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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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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後面花的標準 這都新鮮的 或是另一首歌 Mr.Yi 好,唱給我 它只要是天地间存在的东西都是合理的 并且有各自独特的语言在表达的时候 你需要把这种不同的语言拢在一块 讲一个彼此都能听懂的东西 这种语言就是音乐本身 是因为它是没有果界的 音乐是什么 音乐是人性和神性结合的一种东西 就是它一定是反映人的情感的 特别是反映真善美的东西 但同时它又引领人往神性上 精神和灵魂上去思考的东西 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抽象 所以可以帮助人从物质当中去生活的 所以这就是艺术本身 音乐本身的魅力 那我呢要做这个角色 就是说去透过我自己的思考和行为 去连接更多的这样一种系统 然后让大家都能理解 音乐就是这样 它能够帮助我去升华 能愉悦我的生活 对吧 我们往往很多人在纠结一个某一个细节当中 但是我们忽略了其实世界的共性 所以这也是我做世界音乐的目的 就是我希望打开的实际上真正的打门 这门里面有各种宝藏 然后我把这样的宝藏 能跟我们更多的中国人来分享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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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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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找到一个出口 那音乐呢 其实就是我的出口 表象的欣赏 以及到升华为它跟你内心的更多的共鸣 甚至它帮助你在精神层面的一种提升 这就是音乐带给人的无穷魅力 今天做的事情 无论你付出多少的努力 甚至是你的一些艰辛付出 但是它对明天是有价值的 艺术从来不是给今天的 艺术更多的是给明天给未来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 你那点痛苦挣扎纠结 以及灰暗所谓的自我的一些东西 你会发现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 但是呢你也经历的同时 它给了你另外一个可能的最大的回报 是你给到的未来一些东西 这确是艺术的价值 这确是艺术的价值 欢迎来到北京 好的 去北京 去北京 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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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的任务之一 其实是一直在做尝试 但是最终所有的尝试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去更好的去改变我们中国音乐 用我的一个个人的实践去改变一些中国音乐的一些状态 怎么做的更好一定是靠了不断的去和世界文化的碰撞融合 然后产生新的这种音乐形式 但是它本身的韵味和文化是来自于中国文化本身 这是我的愿望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用付费的听音乐 九十九的人都不用付费的一个 天哪还有比这个行业更悲催的吗 好像没有了 百分之一要努力 百分之一值得你用百分百去努力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放弃 其实那个时候坚持恰恰是最重要的时刻 百分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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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